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星 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知道麦当劳出了个新品 而且今天中午呢 麦当劳还开启了一个直播 5G蜜汁鸡腿 而且到中午的时候还可以直播抢那个新品的优惠券 大家很不信我没有看上那个直播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粉丝跟我抢的 所以没办法 没赶上直播又想吃杂地一种办 咱们只能按照原价来买 不过我现在住这个地方已经超离了麦当劳的配送范围 所以呢咱们只能自己去店里面点 现在趁着时间还早 那咱们就直接出发 然后把麦当劳出的所有新品全部一次性给买过来 咱们现在软件上面下个订单 我刚刚把里面所有的新品全部都选了一遍 总共是要116块钱 OK直接支付 好支付成功 现在直接走着 总共都在这里是吧 三倍以内都是我的 哇 真香 其实咱们上回吃麦当劳好像已经隔了好几个月了吧 上回出了一个麦当劳的新品 但只出了一个机翅 所以我就没买 不过这一回连续出了好几款 那这一趟车咱们肯定不能错过 哇 这是我第一次在老家收到图片和实际相符的桶子 就是非要的 别人 果然我们这个地方还是麦当劳稍微良心一点 这位的新品叫做麦麦脆 鸡桶 包装这回采用了这种非常活力的黄颜色 好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回麦当劳出的所有新品的名称 这个新品卖卖炸鸡桶91块钱 里面包含了一个海盐柠檬汽水 就是这个黄颜色的 一杯零度可口可乐 加一杯中杯雪碧 酒叶青花椒调味粉一袋 这个一块钱一包瓦粉一对麦辣鸡刺 五块碎支鸡 这回的炸鸡形状就比较特别了 不像是那种单纯的刺根 手条就不介绍了哈 最后这个应该是以前出的一个新品叫做蜜桃派 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在深圳好像吃过这个东西 包括什么芒果派啊 菠萝派啊那之类的 颜色的话是这种微孔的颜色 长得很像是以前出的那个十六派 当然听很多粉丝说这个蜜桃派也非常的好吃 所以呢今天咱们一定都买过来了 来没吃过的朋友们你们先尝一尝 咬开之后里面的果酱是这个样子的 白色部分就是水蜜桃的那种果肉 其实我觉得跟之前出的什么菠萝派 芒果派还有十六派 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都是带有那种水果风味 感觉十分的清新 确实果然你们没有骗我蜜桃派吃起来得一切得恨 OK接下来尝一下这个牛角形状的鸡翅 这个不知道是哪个部分的 应该属于是鸡犬翅吧 来对到这儿咬一口 看这个样子那肯定不是鸡犬翅了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胸骨在带上鸡腿的那一点点地方吧 这个鸡是叫做脆汁鸡 不要问我 好像我确实没有尝到汁水的味道 这不说我都不知道它是脆汁鸡啊 那再来一块好吧 这个入口的话 感觉就像是有一点点酱汁一样 哇 这个肉真的超级好吃 再放一点这个一块钱一包的青花椒 我倒要看看这个什么调料会卖这么贵 把一点上去 这个就是花椒粉啊 哇 给了这个辣椒粉 我顿时有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 就像是吃那个康师傅的橫胶牛肉面 两块吃完确实味道还算是可以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吃一下这个黄色的汽水 这样看起来只是底部带黄 中间还是略微白色的 上面的话飘了一块柠檬 据我略微猜测可能就是柠檬味的雪碧汽水 请教我福尔摩斯星 喝起来的味道就是带有柠檬味的雪碧汽水 一模一样的味道 最后咱们再尝这个超大的 没见过的 哇 这确实有汽水 好吧 总结一下麦桃汽水出的所有新品 这个桶来说的话蜜汁鸡还算是可以的 因为我刚刚吃的最后一块 确实是让我感受到的那个蜜汁的味道 蜜桃派的话确实正如很多网友所说的 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好 不过最后这个柠檬汽水 我倒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里面就多加了一块柠檬 也有可能里面会加一些柠檬色素什么的 因为也不可能一块柠檬就那么重的柠檬味 不过在视频的最后啊 我还是要奉劝大家 如果各位想去吃这个炸鸡桶的话 尽量多叫上几个人 要不然的话你这几个恐怕就要吃不完了 我刚刚吃了两块大的 加上一个蜜桃派我就差不多了 已经饱了 好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说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美食要这个账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